台股新攻略带您掌握全世界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华信投顾曲林奈老师 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看 感谢 美股昨天跌 所以我们今天标题我想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 这两天刚好也必须要跟大家谈一下黄金 我们开场牌等一下就马上谈 来跟大家讲一下说 美股到底是空头 还是多头 你要搞懂这些把它连结在一起你就会放心了 好 先看一下礼拜一跟礼拜四财经急诊室 礼拜四是鼎泰峰台股 礼拜一到礼拜五 昨天有鼎泰峰台股了 礼拜一到礼拜五你每天看的是台股新攻略 昨天顶泰峰台股那一档股今天刚好小利空 刚好也刚好 整个小 那都是 我特别有跟你讲 现在的利空都是奇奇怪怪的利空 那刚好美股也跌 所以那样不要拉回房子是买点 好 那 你有没有按赞 按赞很重要 不管因为我现在是做多不管你是看空或做多了 你都要给我按赞 因为我讲的是一个道理 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那跟孙妙分享一下 那我们要这个力挺 你力挺我 我就全力以赴 所以我没什么资料要送你 我说的就都这样 你印证到 因为我同时我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我的会员都是 都是要长期续约的 不是那每天在换涨停板的 这样你懂意思吗 那里面的多空方向你要弄得很清楚 才不会犹豫掉 来来 然后慢慢看 好 那跟国际股市要怎么分析 今天很重要 因为今天等一下谈一下美元指数 那谈一下黄金 这很重要 三个会连在一起 好按赞没 按赞今天很重要 一定要按赞 来 奇怪老师你今天为什么先讲英国股市 这个英国股市 去年 一整年大家围绕到通膨率 你看这比美国通膨率高太多了吧 他去年是创1920年来最大的衰退 今年才 212 2月都还没过完 你说他已经变成大好了吗 他这边很奥妙 他还是很严重的衰退 但是他的股价有没有 创下历史的新天量 新天价8000点 历史新高 他去年被去年是1920年来最大的衰退 今年过两个月 你说马上恢复了吗 没有 但股市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好 我跟大家讲过英国 英国是以重工业为主的 你可能搞不清楚 像什么 当然他有那个联合立法 那些或者葛兰素那种大药厂 是权重股 权重股当中有佳能壳 利和必拓 利拓 还有那个 烟草的也是 酒也有 那个壳牌石油啊 那大大的公司 他是跟景气复苏有关系的 当然实名过后也有电信之类的 电信之类像我们台湾大那种 中华店那种的 可是他 他不纯粹只有观光 观光 我说观光股 我们国内还可以因为解封嘛 但观光股没有权重 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观光股叫涂液 中途的涂 路途遥远那个涂 容易的液 他也是中型股而已 而且他股价在历史的低点 相对低档区 好 那放你看 这个就带 这个归职创新高 就带了这个也创新高了 法国当然就比较特殊了 法国股市的权重股 就是LV的 轩尼斯那个 那种消费型的 当然这也跟观光有关系 这不能否认 但是你看LV听说要涨价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什么奢侈品指数 那都是有道理的 只有有钱人就在紧气负车才会想要买 你看 他被他带动 创历史新高 那德国就不用讲了 德国昨天也是慢慢涨上来 那德国股市呢 就是什么 爱迪达 或者那个 克莱斯的那种 宝马 宝马就是BMW那种大型的 汽车 汽车仅气台你看那2201的 没有仅气台谁会去买汽车 你看育龙也那么强 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啦 但是未来补涨率十足的一定是科技股 那我们就来分辨了 分辨了 我们一张给你看 道琼 那连续三天 过去这三天 公布了三个数据 一个叫CPI 一个叫零售 零售 零售销售 零售销售 昨天的PPI 那前几天都开地 科技股比较明显 那大家说 通膨那么严重 联主委又鹰派又出来讲 这个都都说要要升息啊什么的 那下次要升息两个 两个百分点 那又怎么样 你要记得 我刚才跟你讲英国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 这就是他们已经通膨 通膨更严重啊 还是也是很严重啊 但是呢 复苏 就是通膨大于复苏 就是又回到空头 通膨呢 这个是小于 小于复苏 就是多头 那这个就是 通膨小于复苏 通膨小于复苏 那不要忘了德国股市也是大涨 快要创历史新高了 那我这个在 那道琼呢 慢慢来嘛 这样都要 没有错全世界是以美国做中心 因为他GDP占全世界26%左右 因为中国的比例占上来 本来美国的GDP占全世界的三成 慢慢将于中国上来了 第二大经济体在一二十年 这十几年来大 大幅的上来的 所以你要记得这个道理哦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绕海这边 不要忘了复苏 这样懂意思吧 不要忘了复苏这个东西啊 那我再举一个复苏的条给你看 你看铁矿石创新高 创破断新高 这是刚刚最新的报价 刚刚最新的报价 那就是又回到我刚才跟大家讲 通膨跟复苏的这个取决于哪里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这里还是什么 还是多头 不是多头啊 去年他们也跌得很惨啊 他们也是暴跌 这个去年也是暴跌啊 有没有 去年大家说 如果今年景气越差的话 这个一定垮的 每天有人在路上抗议啊 对吧 那个退休连你要延后啊 你看这个经济多不好 可是股市创历史新高了 其实这股市是一条边 是大家联动的 千亿法动全金 千亿法动全身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你把这个观念弄清楚 就不会害怕 昨天稍微拉回了 好 那你跟我们再看道琼 你会不会过高 这个昨天还在接近高点 道琼你先指标 表说还差几 还有五六个交易日嘛 所以这个月底之前或下个月初的话 道琼具有机会创历史新高了 不是啊 创这个高点了 创这个高点了 不用担心 我们是有评有据的 好 那 今天要最重要 第一个就要讲这个 美元指数一弹上来 你看美股下来 美股跌 所以美元指数 但是美元指数 如果我跟你讲说 这两个交叉 50日的交叉是常见大空头 一交叉的时候一定会弹一下 这个就是刚刚交叉的时候弹一下 那这个呢 再弹一下 所以认识反弹 美元指数 注意哦 注意我看 美元指数弹下来 黄金就跌 可是我们把它认为 因为它是很差的现行 长空架构的反弹 但一弹上美股跌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这个牵涉到我说的 大家通膨的那种看法 这种意思 好 那黄金呢 黄金就跌下来了 可是呢 长线人看多 那就绕回来 绕回来 那美元指数 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会下来呢 我们再跟大家讲 美元指数黄金跟 这个做比较 比特币 去年 我曾经跟大家讲 比特币大跌 所以美股是空头 我挤了很多数据 有时候如果你是 空头很重要 但是现在不是 我去年在讲空的时候 我曾经跟大家讲 比特币跟股市 美国科技股市 什么 是正相关的 正相关的 所以比特币暴跌 你看比特币 比特币暴跌 有没有比特币暴跌 美股也暴跌 为什么当时这个 去年10月份 开始谈上去 比特币见底了 那比特币呢 涨上来有利于美国科技股 投资本我们开始做推论 比特币上来有利于美国科技股 因为灰达 那些做晶片的 跟它联动性非常高 那尤其跟肺半联动高 就尤其里面的灰达 那我们为什么看它好呢 因为 你知道全世界 的知名人士 除了巴菲特 还有索罗斯 索罗斯看好比特币 就不再看空美股的科技股 对吧 所以到台湾去投资方舟旗下 那Coinbase 索罗斯非同小可的人物 那量子基金 有没有 他看多比特币 好我们再从这里推过来 那就是看好科技股 那如果你看好科技股呢 对不对 你就看 看跌美元值 美元 看跌美元 你看跌美元呢 黄金就上来了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比特币你看它是涨多的拉回 25000 我等到25000怎么过 25000怎么过 25000过了我们看 减比特币概念股最会标的 下个礼拜你看这个假日 还有忘了跟大家讲 比特币的价日的时候变动会很大 但是 是24小时全年无休的 报价在滚动的 24小时全年无休 所以他经常在假日 因为假日没有很多商品股市也没动了 那大家就抢 抢进比特币要杀还是要拉 这个假日你看到比特币越过25000的话 美股就是多头 他们是正相关的 去年以后就跟大家讲过了嘛 再回过头啊 我们再看一次 那如果比特币 比特币是拉上来的 那美美就是表示说美股科技股上来美股科技股上来之后 这刚好就颠倒了 这就要拉回了 这就要拉回了 那这一拉回呢 那这个这这这这就在打到这附近就上来了 所以我这种长线非常看 看多 现在不准不只是啊 美国的机构反看多的跟看空的全部看好回 黄金 这有道理的 因为大家认为美元的霸权地位慢慢失去了 这就为什么欧洲 现在走自己的路了 有没有欧洲在走自己的路 他听说慢慢听说那个 原油不用美元报价也有可能 俄罗斯就不 就不希望用 他们想要用改用黄金 有可能 我这样懂意思吧 打这个推论完你知道我为什么非常看多 一起科技股 但是景气负数 连铁矿石都上来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今天台股也没有多 对不对 因为电子股拉回去 黄金 这个这个 这金融股就上来了 原物料的个股也上来了 这就是轮动 这怎么会是看空 来 我们再继续看 那斯达哥我昨天跟大家讲四手红盘 1234 四手红盘 四手红盘 拉到第23根的这个过程他他就是买点 有没有四手红盘 这是小叠 四手红盘 因为四手红盘 到23根的时候就是买点 我昨天讲的技术面要四手红盘 记得吧 所以买点在这附近 又出现了 好 那废半呢 我说科技股份比特币是正相关的 那也刚好面临到这个刚刚交叉 这已经确定是黄金交叉了 这个也往这条线 这个趋势也往上 这个也往上 这是全世界你 所有的机构法人都必须认同这种技术面 重现大多头 当然他会有拉回的时候 好 那台股呢 好来 你看我们这个也是刚刚 这个我都用全世界的标准 这也是刚刚要交叉 因为老外 老外不做什么年线月线季线没有那个东西 老外不做这个东西 大家记得 老外不做这个东西要记得 好 那我们说 我们说你要注意时间转折 因为昨天有一个叫50美分的从出江湖 这个我未来在跟大家讲 你记得这个东西 50美分从出江湖 所以下一次转折就相对的重要 那转折重要你要做什么呢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去年这样这里put put就看空 这个齐全的 看空齐全的 做put 这里做call 我都讲过这里也做put 这里call 那破案是再call一次 这个地方我那时候都看不懂 因为国际股市涨上来我们怎么可能 可能跌呢 那但是看不太懂 所以我那时候就就先观望而已 这里再进call 那下一个转折时间点 我刚才说的你要注意 注意 要注意 机会又来了 机会又来了 再上去一个转折点下来 那个put 注意很精彩 很精彩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那 我跟大家讲 我举例给大家听 像去年大跌这一段谁能够 真的全心全意躲过真的很难 其实我刚才讲空头本来时间就比较短 我也跟大家讲空头时间比较短 可是有时候你空头损失太多你要 要反转过来 它很慢 我曾经跟大家讲说我有一个会员在 在那个亚洲金融风暴 当时候的韩国 几乎是要破产的 IMF本来要接管他们的 你看后来创造普向钢铁创造三星都是那时候上来的 2028 19几年 那时候是亚洲金融风暴 有一个 投资人 他是个外科医生 他当然只会做多 存了一辈子的钱 大概将近5000万 没想到一个亚洲金融风暴掉了超过2500万 掉了2500多万 掉了一半 那没有什么 去年这种跌法有些股票跌六成 七成 八成都有 那当然的是 看到我在讲空 事实上这个 这个股票上 不要说这个新老师很年轻那就算了啦 只要在10年15年以上的 的这个投顾老师都认识我 我30年了 都知道我很会看空 我进入这个市场的第一天 第一场演讲会就是讲空 当时候来了 在台北那个中山堂来的3000人 因为我一路看空下来 就是股月航刚才台湾那一段 行政院长连战请他喝咖啡 为什么看空台股 我们一路空下来 所以我很会做空 但是该做多的时候就要做多 你看我 我那个会员 几乎是在每一年 时间到他就续约了 他不做空 他只要躲过空头就好了 所以我经常跟同志讲说 你参加我会让你赚钱 如果没有赚到钱 我一直帮你服务下去 为什么呢 我再重申一遍 我再讲一遍 因为我 我这个胜率高达八九成以上 我才敢讲这话 你看同步老师没哪一个老师敢讲这个话 我敢讲 你看这个都躲得过 而且你 如果你是这一两天才 来路过看我节目 你可以帮我几个月的看 看我怎么讲这些 看我怎么讲转折 有没有 看我怎么讲转折 好 记得 记得我讲的话 下个阶段的这个转折很重要 因为跑出一个50分 50每分重出江湖 不过那个准确度还好 我一直在收集他的资料 但是一定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慢慢来 慢慢来 下个转折很重要 但不是现在 你要把握这一波 再一波大上去的行情 大涨上去的行情 好 那下个礼拜谈了 因为MW27号登场 现在重点当然是这个 王雪红受邀演讲 所以谁是主角 当然就是他 他全心潜意在拼 今年的CES党跟 跟这个 MWC 因为他要推出他的新手机 他的新的一代的元宇宙 只等着internet 他的这个发言人 好 那宏达电是软硬 注意软硬通知 你最近看到2453那个 那个领取那就是软体 属于ChatGPT的 软体的 确实GPT那个AI那个软体的 可是你对宏达电来他是软硬都有的 这些他都有 下一代的internet internet就是物联网 好 他要这个 他在MW提出这个 他今年CES就跟大家讲过被获选为CES党最佳的产品 你看看 他拼了十几年了 他一体新机全球预购 这个预购创史上最佳 史上最佳 内容有嘛 内容都在这边 有没有 他是一体新机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手机 预购成绩 创有史以来最佳的成绩 有没有 劉德英谈 元宇宙的预测 预测未来预测 这个人总知道吧 台积电现在董事长 AR将取代手机 VR将取代PC 人类就此 生活习惯完全改变 听懂没 听懂没 好 那你说我们说过去一年来 你大概会觉得红达电烂股票 过去 过去去年的一月在这边 他现在在这边 所以你去年头上你没有赔到 你差一点点就要靠一年新高了 大家不要想说红达电亏损年年 人家 人家过去一年 你说实在从头报到尾你并没有赔 有没有 威胜从头报到尾的话 这个地方还赚钱 去年年中的时候 中间七八月才赚钱 这个也跟去年差不多 你不要不要觉得说这些亏损的 可见他的 他已经 不太一样了 他已经不太一样了 这个也没有 这个箭台也没有 王董受邀MWC演讲 十年某一件 去年一月在这边 差不多 所以不要老是说 这个 宏达电亏损的公司怎么样 其实去年一整年下来 他没有赔 那股价没有让你赔到什么 好你再看大众控 这是我说的 这个车用元宇宙 今天也是红的 去年前三季就1.7年了 前年一整年才1.3而已 第四季加进来还得了 因为还没公布 一粒电是车用元宇宙 这个蛮特色 他是中国前三大 前三大的车用供应商 所以中国解封了这一块 他收益很大的 而且他去年前三季 比前年的前三季 是成长30倍 30倍 中国前三大车用供应商 又抬头显示器 中国解封 未来他的情况会有多好 好 那奇景光电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一下天狱那些 驱动IC的指标 因为奇景光电 又要来了嘛 联勇还没涨完嘛 是不是 这个今天涨上来 但是呢 刚才你看到宏达电是在这个位置 去年一整年到现在这个位置 没有跌多少 卫生甚至有创高过 有没有 可是这里距离这里还这么远 你看看 有没有 元泰我讲到元泰的原因 我不知道有没有把那个艾普拿进来 艾普也是在更低的位置 所以大家都知道艾普最近很强 你不要忘了 去年到现在台 必须再涨一倍 才能够 一倍多 你要搞清楚位阶的问题 那元泰说大摩抗空 像说大摩一面抗空一面自己偷买 抗空两次都被打空了 有没有 这就很奥妙的 所以呢 你我们选股 第一个你说元宇宙没有基本面 我刚才已经解释给你听了 他不是坏股票 但是你以南店来看的话呢 买跟卖都在这边 这一次我们还是在赚钱 基本面最佳 但是位阶很低的 博一把 没有南店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没有什么半导体 他是最重要 PCB的最高阶就是窄板 PCB印刷电路板叫做科技之母 最高阶是大家元宇宙也要用到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也要用到 下周后法说会估计要去年会赚两个股本 位阶够低了吧 有没有 华锦店也是啊 去年过去创律 位阶很低啊 今天都慢慢润润润润润上来 这个这根利空已经过了 资源 有没有 资源谁这一波涨 可是资源 说实在你从基础现行来看 他比他比 这个价格 你去年买的 有没有都套得很深啊 就算在最近常常你还是套得很深啊 怎么跟宏达电比 爱普有没有 那没有这次爱普涨很多很多厉害 去年买在这里啊 就算还有更高的高点 我们只把过去这一年去年一月份 有没有 距离高点还在涨一倍以上啊 你不要想说最近谈啊 那你今年才买啊 没有去年套到现在啊 对不对 我不是在说风凉话 有时候股价股价你要认识 我记得阐述的一个道理啊 就是你不要小看宏达电这种东西 有没有他亏损年年 可是他体质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那下个MW展去看他怎么弄 那比特币我要看两万五的时候就锁定这一档 对 最后讲到海运股啦 你看这个叫中国最大海运股啊 SCFI那个都不怎么样你看看 人家是不是都慢慢在涨 这一次也拉回 所以长龙也跟着拉回啊 可是人家早就翻多了 最近这一小段已经涨了30%了 所以 我们从日本美国 的海运股都哪来给你 软一遍的这段时间 所以 长龙啊 全球最弱的海运股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没有莫名其妙 好 今天我们的焦点就是告诉你说 你要准备时间转折了 要记得 但是时间还很充足啊 可以让你狠狠的再赚一波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有新股要进场 想跟 想跟你现在就要行动 行动啊 那我们就 推出这样的优惠了 一季的费用 服务你一整年 只要 一季的费用 现在就加入 为什么你现在要加入呢 下个礼拜的机会呢 有时候 股市稍微整理拉回 就是另外一个机会 来 你终究要参加我的 为何不现在就参加 你听懂没有 你终究要参加我的 为何不现在就参加 刚好利用这个拉回的过程当中 给你这样的一个优惠 电话在这边 电话在这边 但是我还是强调 最后最后 还是那一句话 你终究要参加我的 为何不现在就参加 不要忘了 你的赞 台股新攻略祝福你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以往节气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银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